第335章 卓裕 赏 庄睿和罗江在石头斋里陪着吴老爷子说了一会儿话,才驱车离开。 庄睿先去银行取了20万出来,这是给罗江的佣金。 月薪20万,在2004年的时候,恐怕是很多人难以想象的。 可见在现代社会,卓裕师傅的稀少了。 走进庄睿的别墅院子,脸上一直都很平静的罗江,也露出了一丝惊奇的神色。 他虽然知道庄睿的身家不菲,但是也被这别墅的雅致与豪华所震惊了。 卓裕虽然是个手艺伙,但卓裕大师们需要掌握的技能是非常多的,像绘画、雕塑、艺术欣赏,这些都是必须的。 所以罗江的眼界也是很高的。 按说,罗江经常借一些给私人卓裕的伙计,那些雇主也都是非富即贵之人。 有些人的住所甚至比庄睿这里都要大上几位,但是从别墅的装修品位上而言,那些人与庄睿相比,可就是天差地远了。 只是罗江不知道,庄睿这也是前人种树,后人成粮,没有那位学院院长兼副市长大人,以庄睿的想象力,是绝对设计不出这样一栋别墅的。 罗师傅,这是咱们谈好的佣金,二十万整,你要不要看一下? 进到别墅里面坐下来之后,庄睿把一直拿在手里的那个银行塑胶袋放到茶几上,推到了罗江面前。 哦,庄老板,这钱您还是先收起来,二十万是我喊的价,等物件完成了,您看值这个价钱,再把钱给我,要是不值的话,您从这钱里面扣。 要是能说出我捉出来的欲的不足之处,一分不拿,我也是心甘情愿的。 罗江笑了笑,没有栋茶几上的那笔钱,而是说出这么一番话来,让庄睿吃惊之余,又有些佩服。 在古代的时候,这些匠人们是最没有地位的,但是要论风骨,却不比那些名家大师文人雅士们差。 果然是名师出高徒,罗师傅,就冲你的人品都不止二十万了,行,这钱我先收着,等完工的时候再给你。 罗江敢说出这番话来,那也是对自己的手艺有着相当的自信, 否则,到时候被人挑出点刺,扣下来这笔钱,那岂不是一个月白忙活了? 话说再完美的东西,也不见得就找不出一丝的瑕疵来。 对了,庄老板,听说您还是御师协会的理事呢。 罗江虽然无意打听庄瑞的隐私,但是对这个年轻人心中还是充满了好奇。 要知道,御师协会理事这个身份,在外人眼里可能是无足轻重,但是在御师行当里面,那可就是举足轻重了。 国家关于御师价格以及市场走向的制定与调控,都是要通过御师协会的调研和建议,才能得以实施的。 而御师协会所有规定的出台,都必须要80%以上的理事,举手表决通过,才可以实施。 御师协会一共就40位理事,吃掉三个宋军那样只是占个名,没有投票权的理事之外,可以说剩下的每一票,都是至关重要的。 御师协会的成员构成比较复杂,大多都是国内各个知名珠宝公司的老板或者代表,相互之间都存在着竞争关系。 要通过一项决议并不是很简单的事情,所以像庄瑞这个有投票权的理事身份,是很多人都想争取的。 当然,这些都是庄瑞目前还不知道的,他也不知道古老爷子的一番苦心。 哦,我这理事是凑数的,要不是古师博哪轮到我当这理事呢? 庄瑞笑了笑,他心里实在是没怎么把这个职位当回事,以前如此,现在也是这样。 古天峰,罗将见到庄瑞点头承认之后,心里也算明白过来了,原来自己师父一直交代自己不要入了他的名头,原因在此呀。 眼前的这个年轻人,居然和古老爷子还有一层关系。 乌老与古天峰并称为南乌北谷,虽然两人也是智雕好友,但是相互见也是存在着竞争的。 两人一生都没分出个上下来,感情是不是想着把较量延伸到徒弟身上去呀? 庄老板,你是古老的师侄,按说的手艺肯定不会比我差,有误件怎么不自己雕琢,反而找上我了呢? 只是罗将有些不了解,庄瑞既然称呼古天峰为师博,那自己肯定也会卓裕,不知道为何找上自己呢? 嗨,我学的是鉴语,对于卓裕却是一窍不通,还要拜托罗师父你了。 庄瑞的话,让罗将恍然大悟之余,心里产生了一丝压力,别人是鉴赏玉器的专家,这要是在卓裕的时候出点纰漏,那不仅是丢自己的人,恐怕连师父的脸面也给丢掉了。 想到这里,罗将的面色变得严肃了起来,对庄瑞说道, 庄老板,既然如此,您把准备好的料子拿出来,我先看看,到底能出什么物件,能出多少件来,咱们再商量。 撑,罗师父,您先喝口水,我去拿预料。 庄瑞点了点头,站起身来,打开地下室的门口,将准备好了的两块红匪抱了出来,放在了罗将的面前。 这,这,这是红匪? 罗将原本正喝着水,悠闲地打量着这大厅里的摆设,猛然发现面前出现了两块红匪毛料。 以他的眼力,一眼就看出小的一块红匪料子,中水透明,色彩浓艳,完全可以称之为顶级翡翠了。 罗将吃惊地张单了嘴,就连口中的茶水顺着嘴角流到衣服上,都没有察觉。 也不怪罗将这么吃惊,他从十多岁就跟着乌老爷子卓裕学徒,二十六七岁的时候出师单干。 这些年来,所经手雕琢的鸡品玉石,也有如过江之鱼,多不胜数。 这种鸡品鸿匪,他也见过,不过只是拇指家大小的界面而已,像这般体积的,别说是剑,罗将简直就没有听闻过。 鸡品,鸡品啊,百年难得一见,啊不,千年难得一见呀。 伸手擦拭了下嘴边的茶水,一向都很稳重的罗将眼中,透出一股子狂热的身心。 伸手把桌上那小块玻璃种的红匪捧了起来,嘴里还在喃喃自语着。 庄瑞没想到,罗师傅的反应会这么大,心里想着,要是把那半块也拿出来的话,不知道眼前这位卓裕大师会有什么表现。 前文曾经说过,这徒弟找粮食难,同样,粮食密途也难。 一位好的雕工,最大的愿望,不外乎就是从他手中雕出的物件能流传千古,这样也能使他的名字载入到史册里。 但是你能指望用狗屎地雕出来的物件能流传千古吗? 像乌老和古老爷子,他们曾经雕琢出来的作品就有多件被收录到国家博物馆中,这就是对他们在雕琢艺术上的一种最大的承认与认可。 当然,那些作品所用的材质,本身就是顶级的玉石。 所以,在卓裕这行当里,想要达到南乌北谷的高度,不仅需要精湛的卓裕技术,还需要有拿得出手的代表作品。 而往往一些手艺不错的雕工之所以没有名气,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好的作品问世。 限制这些雕工们发展的,其实就是玉石本身。 经历了成千上百年的开采,不管是硬玉翡翠还是软玉,数量都比以前是大大减少了,而极品玉石更是难得一件。 评价一件玉制作品的好坏,雕工固然重要,但是玉石本身的品质还是要占据首位的。 把手中的那块鸿匪放回到茶几上之后,罗江脸上的狂热神情却愈发的明显了。 如果这物件雕成一个小的百戒,那足以让它寄生于当代雕刻大师的行列之中。 钟老板,咱们打个商量行不行? 这块玻璃桶的料子,我可以把它设计成一个百戒,雕出之后的价值,我保证在八千万人民币上。 并且我此次给您雕桌别的物件,全部分文不收。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,在卖出这件鸿匪百戒的时候,在鉴定书上制作者那里,要有我的名字。 罗江提的这个条件并不过分,一件真品玉器在售出的时候,是需要有其出处的,像玉石的品质、铲子何方、鸟鱼师傅的名字等等,都要列在其中的。 至于那二十万的工钱,与这名声相比,就显得是那样的微不足道了。 如果有了古老爷子那样的声明,一两天功夫随便雕出一个小物件,都要收费上十万的。 根本不是他现在一个月二十万的价码能比的。 百戒?等等,罗师傅,我要做的是镯子呀,这块极品鸿匪,我要全部做成手镯的,而且也不会出售。 你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呀? 钟瑞听到罗江的话后,颇感有些莫名其妙。 自己是有心再雕出一个百戒,不过呢,和现在这块料子没有什么关系呀。 雕成手镯?也行啊。 什么?不卖的? 钟瑞的话,让罗江仿佛从天堂跌入了地狱,心情一下子变得失落了起来。 虽然手镯不怎么讲究公义,但是也能帮助自己提升不小的名气。 不过钟瑞那一句不出售,却是让罗江的希望全部都落了空。 话说这物件不流传出去,谁会认识自己的? 第336章 卓裕 钟 罗师傅,你也不用失望。 雕桌出来的血液手镯,我会送给一位很有身份的人。 可以在这件器物的鉴定书上留下你的名字的。 钟瑞看出了罗江的心思,不过有人好名,有人独立。 像罗江这般雕桌一个物件出来,就能名利双收,激动一点也是无可厚非的。 这世上整天喊着要淡薄名利的人不少,只是要把名利放到他们眼前,恐怕这些人比谁都正强的厉害。 庄老板,您,您说的可是真的。 听到庄瑞的话后,罗江原本有些推丧的神情,马上重新变得激动了起来。 他不管自己雕桌出来的物件,庄瑞是准备卖出去,还是送出去。 只要不将之藏在地下室里,那都能让自己的名声传出去了。 当然是真的了,不然我做这些手桌干嘛呢? 对了,那些病种料子做出来的物件,有一部分是要对外出售的,到时候也可以在鉴定书上留下你的名字。 对于一些极品手势而言,是一定要有权威机构的鉴定书的。 虽然这手桌是送给亲人,而不是出售,庄瑞也打算去御师协会拿几张奠定书来填写。 这点权利,他身为御师协会的理事,还是可以做到的。 那块顶级洪匪制成的手桌,庄瑞现在只准备拿出一副作为外婆结婚七十周年的贺礼,其余的都收藏起来,就连母亲暂时也不给。 因为庄瑞知道,母亲不太喜欢这种鲜艳招摇的色彩。 庄瑞是喜欢,但是庄瑞不敢给他,这物件太贵重了,捧承着地界的治安也说不上太好,万一被人给盯上,反而是招惹是非了。 在前几年的时候,就曾经有两个老太太夏天在外面纳粮,遭一个歹徒抢劫,把身上的首饰抢走之后,临跑的时候,还顺手把一老太太的耳环给扯了下来,将老太太的耳垂都给拉裂开来了,当时就是鲜血之流。 像挂件那样贴身佩戴的饰品,一般都没什么事儿,但是对于手桌这样吸引眼球的误解,庄瑞是不会给老姐的。 就连那两个帝王绿的耳环,他都曾经交代过庄敏,没事儿别带出去。 至于冰种料子做出来的饰品,庄瑞也都打算好了,留下一部分送人,剩下的全部卖出去。 话说这料子也是拿钱买的,总不能一分钱不回本吧。 母亲娘家那边要送的人不少,欧阳君结婚,庄瑞准备送给他一副兵种的红玉手镯。 另外,让罗江用掏手镯剩下的料子,多打几副耳环和挂件,送给自己从来没有见过面的那些舅妈姐姐们。 昨个电视里不还说了吗?里多人不怪吗? 这也是给母亲掌面子的事情。 庄瑞这边在心里给这些还没雕桌出来的物件分配了去向,旁边的罗江也镇定了下来。 对庄瑞说道,庄老板,既然如此,这次卓裕的报酬我就不要了。 您带我看一下卓裕的场地,我现在就可以开工了。 有些朋友看到这里可能又不减了,这可是二十万人民币的报酬啊,说不要就不要了。 这其实并不难理解,这里的顶红匪,包括冰种料子做出的饰品,只要日后留下市场,他罗江的名字,必定会在卓裕这行当里大放异彩的。 有了名声之后,害怕赚不到这点小钱。 再有一个就是,庄瑞只要把手上有这些料子的消息传出去,恐怕就是那些名声比他大的卓裕师傅们,宁肯不要钱,也会毛遂自荐给庄瑞免费卓裕的。 罗江算是聪明人,自己提出来,也毒死了庄瑞去找别人来雕桌这批预料的心思。 其实这也是罗江过于看重这批顶级预料了,他哪里知道,庄瑞这个行的人,压根就不知道这里面的弯弯道道,前段时间还为找人卓裕,愁眉苦脸呢。 罗师傅,只要你的手艺好,该拿的钱自然还是要拿的,放心吧,我庄瑞虽然年龄不大,说出来的话还是算数的,这点你不用担心。 庄瑞还担心他不认真去雕琢那些料子呢,相比一副手镯就价值百万千万的翡翠料子而言,二十万又算什么呢? 走,我带你去看看卓裕的场地,机器我都买来了,如果还差什么,你告诉我,我再去购置。 庄瑞看到罗江还要出言推辞,摆了摆手站起身来,率先向门外走去,正要说话的罗江只能闭上了嘴,跟在了庄瑞的身后。 嗯,这是摩轮机,刨光机居然也有,那速度就可以加快了。 罗江进入到车库之后,如数加珍地摆弄着那些机器,将套在上面的塑胶带全部都给拉了下来。 他没想到,庄瑞准备得这么充分,原本罗江看到这些料子之后,心里感觉一个月无法完工的,现在看起来还能提前一点时间。 罗师傅,你看还少什么吗? 庄瑞在旁边问道,不少了,工具很齐全,至于那些抹粉什么的,我都带来了,现在就能干活了。 看到这些工具,罗江脸上露出一丝兴奋来,他招呼庄瑞把四五台机器围成一个圈形,里面留出三平方大小的空间,然后兴冲冲地跑回了别墅里面。 是不是要椅子? 庄瑞以为,罗江回别墅里面是去搬椅子呢? 谁知道,他将自己随身带的那个行囊打开之后,从里面取出一个小画板, 又拿出厚厚的一叠白纸,夹在了画板上,对着茶几上那块玻璃种的翡翠,仔细地观摩了起来。 这预期的加工程序,一般分为选料、设计、琢磨和抛光。 现在料子是不用选了,下一步的工作自然就是设计了。 这也是考究卓裕师傅手艺很重要的一个环节。 基本功扎不扎实,从他所绘的设计图里面就能看出来。 前文所说的卓裕大师必须掌握绘画的技能,就源于此。 庄瑞对于玉器加工的几个流程也稍微了解一点。 看到罗江全身贯注着,将精神都集中到画板和预料之间了,也就没再打扰。 萧萧地退出了大厅,到园子里和白狮戏闹了一番。 这段时间,白狮的内伤基本上都好了,又回复了以前的雄风。 每次和庄瑞玩耍的时候,都要把庄瑞按倒在地上,喷他一脸口水才肯放他起来。 八月下旬,已经是进入了秋季,天气没有前段时间那么炎热了,走在这个绿树成荫的园子里,居然还感到一丝凉意。 坐在池塘上面的亭子里,看着水里的鱿鱼,庄瑞有些恍惚,自己好像很久没有如此清闲过了。 不过庄瑞的清闲还是被几个电话给打断了。 欧阳君打过来个电话,他的婚期定在了十一月底,老爷子的九十大寿前面,到时候,欧阳家族所有的人都会参加,包括在年底换届即将进入中枢的大舅。 庄瑞在知道母亲的往事之后,对这位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大舅,倒是很有好感。 古云也打了电话过来,告诉庄瑞,四合院原先的建筑已经全部拆除了,从今天开始进入建设阶段。 古云在知道庄瑞一个月后才会来北京的时候,在电话里扬言,当时候,要给庄瑞一个大大的惊喜。 上面那两个电话都没什么,不过随后接到苗飞飞的电话,就让庄瑞有些莫名其妙了。 苗警官居然很强烈地让庄瑞现在就回北京,具体什么事情又不说,庄瑞眼下当然走不开了,只能出言拒绝掉。 搞得苗警官很不高兴地挂到了电话。 这边庄瑞也是一脑袋雾水,准备下次进京的时候,再向苗警官赔罪了。 不知不觉之间,三四个小时就过去了,天色也逐渐暗了下来。 庄瑞走进别墅,看着那依然神游在浴室之中的罗江,不禁苦笑了起来,这饭还要不要吃呢? 罗师傅,庄瑞咳嗽了一声,打断了正拿着铅笔在画板上画画的罗江。 哦,庄老板,什么事情? 罗江愕然地抬起头来,对自己的思绪被打断,畏畏有些不满。 庄瑞苦笑着指了指手腕上的表,说道, 罗师傅,这都快七点了,咱们出去吃个饭吧,也算是给你接风了。 不用了,家里有什么吃的,方便面也行。 罗江听到是这事,把头又低了下去,不过随即感觉,这态度对待老板有些不合适, 又抬头说道,庄老板,您不用客气,我这会儿正好有思路,准备先把这些土样画出来,明天就能开工了。 撒,那罗师傅您先忙着。 庄瑞当然不好意思请人吃方便面了,开车驶出了别墅,准备去找个饭店,订点韭菜。 不过在出别墅的时候,庄瑞还是交代门口的保安医生,自己那房间里面的人,要是外出的话,一定要仔细检查他所携带的物品,并马上电话通知自己。 毕竟那两块玉量太过珍贵,庄瑞也不能不防这一点。 找了个距离别墅区不远的酒店,订了几个菜,庄瑞又要了他们的电话,往后这各把月的时间,恐怕都要叫这里送餐了。 回到别墅,庄瑞招呼罗江吃过饭之后,就回到自己的房间里,上网看电视去了,没再给罗江添乱。 只是在凌晨三四点钟醒来的时候,庄瑞开门往客厅里看了一眼,发现那里的灯依然是亮着。